我现在是在华西医院的儿外科 我旁边呢是一张非常特殊的CT片 为什么特殊呢 大家看到哈 这个呢是一个肚子的一个成像 我们看到这个肚皮呢 非常的这个肿胀 完全就像一个孕妇 而且从这个肚皮的一个横切面 我们看到哈 它中间这个黑色阴影部分呢 是一个胎儿的形状 这是头部 这是这个脊柱 但是呢 它特殊就特殊在呢 怀起这个胎儿的 并不是一个孕妇 而是一个两岁大的男孩 小峰一岁时 腹部只是长了一个小包块 等到两岁时 家人发现 小峰的个子和体重 都要比同龄人小几号 但是他的肚子却是越来越大 前些天 父母把小峰带到华西医院检查 没想到检查发现 小峰的腹中真的有一个胎儿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CT 就发现在他的腹腔里面 有一个占位 巨大的占位 大概有15层16层15厘米 基本上占了三分之二 在位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像胎儿一样的形状 男孩也能怀孕 当然不是 医生判断 小峰腹里的胎儿叫做腹内寄生胎 这个寄生胎实际上是小峰的双胞胎兄弟 当小峰还在妈妈肚子里时 这个胎儿就已经长在小峰的肚子里了 母体内子宫内同时有两个胚胎 那么其中一个胚胎因为一些不明的原因 进入了另外一个胚胎的体内 其实他们是一个双胞胎主 对 可以这么说 由于寄生胎随着小峰一起生长 会吸取小峰的营养 造成小峰的脏气压迫 所以必须通过手术摘除 幸运的是 手术很顺利 两斤多的寄生胎被完整取出 小峰也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身体状况良好 这是一个寄生胎 它有四肢 这是它的脚 这上面是肠管 那么寄生胎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疾病 大概全世界报道也只有一百多例